18 樓 C 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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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哥不用踩他 很久沒見了 沒見這麼久 又燒雲又生氣 記得我是做過18 樓 C 座 我從1967年加入這個商台 18 樓 C 座 好像有楊廣培 鄭康貴 還記得鄭康貴 金貴 最記得金貴叔 他做過煙屎宅的很有料到 金剛 現在周老闆 那時候他只是磅著金貴 是啊 哈哈 這件事很有趣 我們加入商台 人只是想做事 不是想做什麼角色 你給我做甲月秉丁 我又做 你做主角 我又做 收到劇本之後 你就是要改 你不改 是滿口螺絲 最有印象的就是 一個楊普希 他寫的劇本寫得很好 但是我們改 他來講 就難搞了 後期三年左右 我估計是三年左右 可以熟習他的劇本 即是改的時候 都沒有改得那麼辛苦 即是那個年代 那些傘 錄得不好 NG 他叫你扔了一本劇本 放在桌子裡 你先讀熟他 其實讀得很熟 一旦沒有經驗 那些劇本 自己就做得不好 你說 日日這樣聽我就沒有 譬如說 一旦閉嘴的收音機 一至五 這樣來講 起碼有兩天 我也有聽聽 挺過癮的 現在也挺過癮的 所以就要向前輩學習一下 誒誒 你再說些壞事 一年來五萬人 你建多少樓 都不夠他們買 公祝十八樓私座 年年有今日 有好多個好多個五十周年 恭喜